却是正在这么一个冒险的情况 国内这家公司认为 这笔钱是境外公司支付的货款 结果却是徐老先生被骗的钱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坏事呢 不过调查明就了解到 因为那家境外公司所处的国家有战乱 正常金融渠道受阻 为了给国内这家公司会购 我们就找到了非法的地下钱庄 境外的活动公司将这个账号提供给地下钱庄 由地下钱庄通过资金费款的这么一个方式 把这个账号提供给骗子 然后骗子把这个账号直接 转给了我们的北海人 北海人就往里面打钱 原来非法的地下钱庄将正规的货款 汇给了诈骗集团 而诈骗集团诱骗徐老先生 将钱汇给国内这家公司 将近来徐老先生被骗的钱就变成了货款 回到了国内这家公司的账面上 诈骗团国骗的钱就被洗白了 目前警方没能通过这笔26万元的钱款 查清幕后的诈骗程 但为了抓破幕后嫌疑人 替徐老先生追悔损失 民警仍然没有放弃 对徐老先生转账的其他八个账户 一一进行了追查 但这些账户像前面的两个账户一样 都只是诈骗集团用来起钱的 通过这些转账难以找到躲在境外的账户者 现在很多这个线索都是在境外 然后它没办法就是说拒绝地往下走下去 因为比如我们很难去核实这个线索的真实性 与有效性 然后只能就是尽量地在经历这一块的工作呢 去做做一个有效的感情 中国两个多月的努力 上海警察共抓获了包含林老太 严伟林生等人在内的15名犯罪嫌疑人 帮徐老先生追悔了数十万元情 那么对于老百姓来说 我们要尽可能地把他的损失还回回来 大家挣一点钱 攒一点钱 有一些积蓄都不容易 那么骗子的三月两五可能让 比如我们从来种局限证 一辈子咱们在里面积蓄 几乎少时在底 那么对于家庭 对于整体的社会来说 影响都是很明显的 2024年1月3日 检查机关已掩饰淫犯犯罪所得罪 批准犯了临身言误 其余嫌疑人被处保候审 目前抓捕档案的嫌疑人 都是帮助诈骗集团行前任人员 而相关证据显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